2023年3月17日 米兰比可卡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澳门科技大学联合 在ACS能源快报上发表了最新研究 二氧化硅封装钙钛矿纳米晶体 用于X射线激活单线钛制氧和放射治疗应用 该研究报告了一种新型超稳定纳米粒子 由CSPBX3NCSX等于BRE 和有选择性封闭孔的借孔二氧化硅纳米球NSS组成 这些纳米粒子结合了强与电离辐射的相互作用 强烈闪烁和在水中的化学稳定性 可用于增强放射治疗和放射性成像策略 CSPBX3NCS的封装可以在恶劣条件下 长时间保持其内部稳定性 CSPBX3NCS在X射线照射下 可促进水中单线太阳EOR的产生 且EOR的产生受CSPBX3NCS释放的电磁沉积的处罚 具有鲁化物组成的显著相关性 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合成和研究了 结合了千鲁化物NCS的强相互作用和闪烁特性 以及硅胶的耐用性的超稳定CSPBX3CORNSS 该领域的潜在问题是这些纳米粒子 在人体内的长期稳定性和毒性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集中在这些 纳米粒子的毒理学和药理学方面 及它们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中的使用 总之该研究为射击用于增强放射治疗的 高Z射线免化剂提供了指导 并减少了传递给健康组织的放射剂量和相关损伤 这可能会改善放射治疗期间和之后患者的生活质量